而国民党县长候选人邱淑提在今天重阳节提出三大敬老承诺 包含落实一村里一老人关怀据点 三年打造宜兰高龄友善城市典范 以及推动银色经济等等 让宜兰真正成为健康繁荣的不老城 今天是九九重阳节 为了争取高达13.7%的银法族选票 国民党县长参选人邱淑提特别提出三大敬老承诺 第一点 我们未来就是每一个村里都设至少一个社区关怀据点 一村里一据点来关怀我们的长辈 来办共产 办健康处境 第二就是说我们全国的公共的政策和设施 都要对长辈优先 我们要做高龄友善城市 希望做到全国第一名 第三我们要发展银法经济 银色经济 包括说我们的这个养生健康旅游 包括说我们的这个科学园区来发展智慧辅具 包括我们的商店必着高龄友善商店 我们的这个旅行的这个服务必着高龄友善的这个旅游措施 此外邱淑提还提出社区欢乐宝 提升医疗品质 安全家园等概念 来妥善照顾县内老人 让宜然真正成为健康繁荣的不老城 我们的社区拖老拖幼 公办拖老拖幼 我们来合作这个长幼欢乐宝 这边来做 而且我们也要推动我们的村里服务中心 有一个智慧平台来整合 所以我们所有的跟我们老人有关的这个服务项目 很简单的可以在我们的村里服务处 一直通地可以定到 其他包括我们希望我们今天有一个医学中心 让我们老人看白可以比较无烦恼 我们也要推银翼天使 银翼志工 就是如果年轻人不可以去看白 还是不可以出来外面外洞的时候 我们有银翼志工 银色的翅膀 银翼志工 来背叛我们的长辈就医 跟参加这个社区的健康促进活动 另外就是居家风水师 有人专业的人去我们家来 监察我们的消防安全 防碟的措施 防火 防窃盗 防碟的措施 让我们长辈住得很安心 很安全 邱淑提希望透过敬老福利政策 争取选民认同 将他送入县政府 成为宜兰县第一位女县长 宜兰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